有人受伤 我们连线给记者郑宇轩 附近一处露营地 没想到途中 游览车突然冲出路间 从30公尺高的地方 坠毁在桥下的铁轨 还勾到电线引发火灾 威尼斯市政府表示 罹难旅客中 还包括五位乌克兰人 和一位德国人 担心死亡人数 恐怕还会上升 目前事故原因有待调查 根据意大利广播电视台报道 游览车司机也罹难 不排除是驾驶有突发疾病 才酿成车祸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而美国政府 惊险挺过了关门的危机 但国会却出现了政治大乱斗 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已经正式被罢免下台了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慧云 好 没有错 要看到美国政府 才刚刚避免掉一场关门的危机 但是没有想到 却是在国会共和党这一边 尤其在众议院这边 出现了共和党的内部的大乱斗 这个导致于现在这个原本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他是确定被罢免下台 也就是说他被赶下台的 而最终的表决票数是216票赞成 对的是210票的反对 那么最后面 以非常为服的差距 通过了麦卡锡的罢免案 而这个罢免案是由谁发起的呢 事实上就是由他的同一党的同事 叫做麦特盖茨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属于共和党内极右派 也就是说比较挺川普那一派的议员 那么由他来发起 他发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他们不满麦卡锡对民主党让步 让民主党可以不用大幅度的删减开支 就避免掉了这一次的关门危机 所以就用这一件事情来当做一个话柄 来发动对麦卡锡的罢免案 而麦卡锡呢 其实他当上众院议长 这个时间真的非常的短 因为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他是经过了多达15轮的投票 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足够的票数 当上了众院议长 结果一年都还没有坐满 今年才刚10月而已 他就已经被罢免下台了 这是美国史上首度出现这样子 众院议长被罢免下台的事件 而这也曝露出了更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在共和党里面的派系之争 这事实上就是指的是 替抵前美国总统川普的 比较极端的分子 还有过去我们想象中 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 事实上这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拉锯存在 所以现在就算麦卡锡下台之后 事实上他也没有要有任何的 明显的可以接棒的人选 而针对这样子被赶下台 麦卡锡他本人是怎么回应的呢 来听一下 而镜头转到泰国来看是 曼谷先罗的百利公百货 昨天下午发生了枪击案 造成了两死五伤 详细的内容要继续请辉云来告诉大家 好 这个是很多台湾游客 到了泰国曼谷这边旅游 一定会去到这个仙罗 这是最热闹的地方 这边其中一个卖场 叫做百利公百货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发生了大型的枪击案件 那么当时很多人是拍到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或是消费者 民众仓皇逃生的样子 而且现在甚至有些人 还是眼眶含泪不断啜泣的 那么最终现在警方到场之后 逮捕了一名年仅14岁的凶贤 而这一起枪击案 总共是造成两个人死亡 五个人受伤 那么死者的身份 传出一名是大陆籍的游客 另外一个则是来自于缅甸的工人 所以现在目前 其实泰国警方透露的并不多 而关于这个凶贤 因为他的年纪非常轻才14岁而已 那么泰国警方是说 他的精神状态疑似是有一点不稳定 包含说他过去是长年沉迷于电玩 他也公称说他在犯案的时候 好像听到有人在他的耳边 是说要他开枪去杀人 所以跟对他的供词 目前泰国媒体的报道 就是指上说 这个14岁的凶贤 他是有精神状态不稳定方面 这类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事发地点的百利公百货 事实上由于就是在这个仙罗站 跟仙罗站互通的卖场里面 所以事实上案发的第一时间 这名枪手还有试图要透过仙罗站 连接其他卖场的空桥 跑到其他地方去的 还好当时警方也是非常快速的封锁 所以也导致这个仙罗站 一度是全战关闭封锁的 不过后来好险现在在事故过后 现在是已经有逐步的开放了 但是这起事件 仍然是对于泰国大众来说 是相当的震惊 一来就是暴露出 他们的枪支管支的问题 因为泰国其实有规定说 你要年龄一定要到合法的 20岁的上线之后 才可以合法的来持有枪支 而且你必须要经过前科调查 你也要找到财力证明 当然可能也要经过精神鉴定 那这一名凶贤他才14岁 他怎么会拿到枪呢 显然是说这个枪支的管控 明显是存在漏洞的 所以变成是 这个也是泰国警方 之后要调查的方向 诺贝尔物理奖的颁奖典礼 在昨天晚间登场 结果出炉了 是由三位研究 电子动力学的学者获得 他们获奖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继续请教会员 好 根据诺贝尔学会 他们的公布 这个原因是说 这三位学家 他们对于研究物质中的 电子动力学有重大的贡献 已经说就是他们研究出了 一种创造极短光脉冲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会看到说 像是原子或是分子里头的 电子在跳舞 看到了物质的心跳 所以他们找到了追踪 这个电子的快速作动的方法 所以他们的贡献 也获得这一次诺贝尔的肯定 而他们每个人可以获得 1100万的瑞典克朗 折合台币是3200万元 而这一次获奖的学家 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一下 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授 亚古斯蒂尼 还有另外是匈牙伊利的 奥地利的教授 叫做克劳斯 另外还有就是瑞典 隆德大学的教授 吕利爷 尤其吕利爷她是一名女性 所以她也是历届物理学奖 得主以来第5位女性 那么他们研究的领域 当然是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专精 所以观众朋友可能也会 有听没有懂 但是他们也向外界说 其实他们学到了 最重要的一刻 就是要追随你的梦想 另外还有像是美国 这个名誉教授 亚古斯蒂尼他也说 他同样要把奖项 献给在这个领域 已经研究了20多年的谦卑们 主播 好我们谢谢惠云 带来的国际方面的资讯 再来看到是杭州亚运的战报 中华队表现非常的亮眼 所以昨天晚上 中华奥会就特别宴请了 这些选手们 我们交给记者周荣璇 好可以看到夺下杭州亚运 围棋金牌的许浩宏 接下奖状奖金 另外还有这次夺牌大户的 华轮溜冰项目选手 以及桌球的林云如等等 都现身 我们先开始使用了这些资讯ан